現場擺滿各式各樣 鹿絨 鹿肉等加工製品 琳瑯滿目 鹿絨雞 鹿絨藥酒 到鹿肉養生藥膳包等 看得市長黃偉哲 食指大動 不只品嘗鹿絨雞 還在現場烹調色香味俱全的 鹿絨人參燉雞 我覺得鹿絨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健康食品 而且是越來越百搭 越來越多元 所以說我們鹿絨 是非常具有競爭力的 台灣跟紐西蘭有簽這個貿易協定 紐西蘭的鹿絨可以進來台灣 不過新鮮度跟品質差台灣很多 所以其實我們是不怕競爭 宣傳台南鹿絨品質第一 但今年因為受中共肺炎影響 鹿絨產品銷路降低約三成 我們台灣其實是很安全的 不要因為疫情的關係 能夠影響到我們的消費 希望社會大眾記得 我們現在正是能夠多出來消費 台灣鹿絨採收時間 在每年的三到六月 年產量約為27338公斤 台南市年產量為全國第二大 還有養鹿業者鹿絨產量 連續五年全台第一 主要是育種的成果 因為要大的話一定要有 很好的育種能力 所以我們當初就說 育選出比較好的肿路 我們都是有很細心的飼養配方飼養 受疫情影響 農委會認定養鹿產業為營運困難 依規定可補貼鷹角利息 因應疫情中央與地方政府配合 期望協助產業度過困難時期 新台南電視使今往台灣天內報導